俄羅斯國防部在19號舉行核武演習 從水下遠東靶場發射潛射彈道飛彈 俄羅斯軍隊大秀肌肉實戰演練 總統普丁更是到場親自作陣 似乎也在預告隨時就會攻打烏克蘭 普丁近日動作頻頻 邊境大軍已經來到19萬 英國國防部也曝光俄羅斯可能進攻路線 第一階段會從白俄羅斯由北借道 聯合俄羅斯西部軍人一起入侵首都基辅 再來俄羅斯境內和克里米亞部隊 會從南北兩方兵分兩路 夾攻中南部城市再朝西推進 另一批軍隊則會直驅烏克蘭西北岸 俄羅斯大軍兩階段進攻 兵分七路三面包夾 就是要讓烏克蘭沒有喘息空間 惡務情勢再度升級 英國首相強森在慕尼黑安全會議 除了表示普丁意圖難以猜測 更喊話西方國家若沒兌現烏克蘭主權承諾 可能會波及台灣安全 強森直言烏爾問題可能影響台灣 雖然沒點名威脅來自哪裡 但不意外中國最有可能有樣學樣 就有美國學者表示 台灣情勢比烏克蘭更重要 若美國無法抵抗中國犯台 還可能危及拜登總統大位 另外日經也分析 美俄上談判桌提出限制中短程飛彈 將上沒加入條約的中國從中得力 進而威脅到日本 台灣等亞洲國家 俄務關係一觸即發 新方國家如何應對也成為重要關鍵 三立新聞 這條報導